院里那位仁修可以现身了 突然变女生 何方晓晓 出来 小昭炎 贤亲前辈 你为何在此 哎呀 一秒变女装 我也服问你 在下落埋名 久仰大明初次见面 贤亲前辈 小昭炎 你所说与我相似的家人 便是指他吧 前辈此言何意 生而为人 与我相似并非好事 二十年前 曾有一人与我提及落家 二十年后 我亲身来此一见 心中好奇一解 今夜想是已经打扰到了主人 我便就此告辞吧 前辈留步 是谁与你提及落家 私人已去 何必追究 贤亲前辈 明日我们就要启程前往警案 前辈可别起晚了 小昭炎 你是邀我一同前往 我相信前辈对落家 有好奇而无恶意 再者 与其担心你今后再次窥探落家 不如邀你同行来的放心 小昭炎 我越来越觉得你有趣了 好 那明日见 原来另一半在这儿 不过这一个 另一半 二十年前 还有那个气息 原来他便是那个狼妖 赵燕 你的天真对我们这样的人 真是无往不利啊 麦米 他所说二十年前是指合事 你知道吗 无关紧要之事 赵燕 有关岳家兄妹的来历 仅能追查到三年前 当时他们被人发现 昏迷在近北屋檐村附近 再往前面断了线索 嫌弃和那对兄妹都不简单 你这一路要小心 这一大段的居寝 真的是讯息量很多 买了好多梗 要带我去景安 啊 景安的小车很有名的 我知道 骆兄你继续说 素闻正五盟左盟主 性如烈火 极恶如仇 辩大夫 你如果肯说出 启魂邪教的机密 我也可留你在骆家 仅待情报前往 去景安也好 到时你们就知道 我确实不是敌人了 居兄 可否请你设法 先行向左盟主通报此事 哦 好 我写封信 你让人交给我们最近的联络点就行 要回去了呀 这次我帮骆兄抓了扁骆桓 别的堂主不能再说我是废物了吧 不过离开西域 以后 还能再碰见他吗 对了张言 昨天石方把那块奇怪的石头 装到豆包上了 豆包一下子厉害了好多 哦 哦 对对 动力一下子提升了小一半 石方 说人话 那京石应该是块能量源 能令机关的能力大幅提升 你们打算用它做什么 我真不是邪教徒 你们打死我 我也打不出来啊 家主 赵言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洛家的秘法 借用瓶中之水 不论相隔多远 我都可以与埋名联络 只是次数有限 得谨慎使用 好了 我们整备一下就出发吧 又将是忙碌的一天呐 张言哥 小宁 据说你又要出远门了 还是去中远 那得多久才能回来啊 再过几个月 就是咱们洛家十年一次的大忌 大家都要回来祭族 张言哥 你可别错过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绝不会缺席的 我拿了一些西域的特产 你们带着路上吃吧 祝你们一路顺风 谢谢你了 谢谢 看地图 此地有一处客栈风烟翼 我们走快些 到那吃午饭吧 好啊 风烟翼 有东西飞过来了 是小秀儿来信了 小秀儿说 正午盟收到了小十方的信 让他来接应我们 真巧 他正在封烟翼 我回信告知他 在客栈与我们会合吧 有劳前辈了 可恶 怎么会在此时发作 小秀儿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有点 累 估计是乐海的诅咒吧 抱歉 我要休息一下了 骆家主 你还好吗 别闹怀 你 没搞什么鬼吧 冤枉 我身上的药 早被你们搜走了不是吗 要补魔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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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鸣 天死了 哼 哼 不必难过 不过二十余年 你便能与他相见 我讨厌这个诅咒 为什么骆家的双生子 就一定要早死啊 爹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们 就不会这么早死了 我们 他对我 可是恨之入骨啊 你 他也不许是 自己的 我讨厌 我讨厌 一起生 一起死 好不好 好 赵云 二十年后 待你天真已诗 便会后悔今日的诺言 哎呀可怜的埋明 一点童年都没有 太早熟了吧 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事情 好暖和 就像有生命力 生命力 正不断地进入体内 这个描述方式有点脏脏的 赵妍 你好些了吗 小赵妍 你可是吓得我们咯 前辈 下次记得先打个招呼才发作 对不起 让你们担心了 这是我的老毛病 给大家添麻烦了 没事没事 你醒了就好 骆家主已经无事了吗 明姑娘 贤卿传讯说 骆家主忽然十分虚弱 让我即刻赶来 劳烦明姑娘 我已经没事了 无妨 骆兄 你要是撑得住 我们还是先赶到客栈 再做打算吧 阿扁不知道要在打什么算盘啊 一直偷喵人家 哇哇 當做是看到的髒東西一樣 直接無視 哈哈哈哈 阿琪就是阿琪 你以為每個人都跟你一樣愛吃啊 阿琪,點菜 怎麼自動粉絲了 這個花紋是刻上去的嗎? 該不會是甚麼訊息吧 賞花 阿琪越來越可疑嘍 掌櫃 你這店裡好像有小蟲兵人啊 染點艾草驅驅蟲吧 是是是 怎麼可能 我才打掃過 客人說了有就有 哪有那麼多廢話 快去點錢艾草 好 作為接下求 編大夫的心情卒是不錯啊 此花名為夜香 花開之時 取其枝葉入藥 有安神養氣之功效 賢清兄可要一試 竟謝不明 哎呀 花兒因為我被嫌棄了 小昭妍 那賭花 我可是清白的 昭妍 你又難受了嗎 有一天 休息一下就好 小昭妍 逞強可不是個好習慣 我看 我們還是住下來 好好休養兩天吧 是啊 有明姑娘在 耽擱兩天也沒事的 麻煩 還是單獨給我開間房 我病發誓喜敬 從脈向上看 只是虛弱而已 我休息一下便好 不必管我 賢清前輩 麻煩你幫我倒杯水 明知道對方是前輩 還叫人家去倒水 小昭妍 好好休息 怎麼不叫明秀去啊 明秀應該是同輩吧 我天あの我 甚麼 enfin 我們 reducing our own 就是 整個既然 feeding 還好 沒想到今日诅咒 今回雞輪發作兩次 此時此刻 你仍不想寻找解除热害诅咒之法吗 没名怎么边讲话边声音啊 我也不会 赵妍 好好休息吧 有一种非常慵懒的感觉 那个气阴都会拖不较长 方才你为洛昭妍输了不少修为 莫要忘了自己这二十年来 是何种情形 他们兄妹身上本就耗费了我数百年修为 若是任他就此死去 我也多少有些不甘呢 未曾想你对人如此有爱心呢 世叔 小夕儿只是吃醋了